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灵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圣明之下 他也曾别血公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绝人著作血仙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金草鲜花便得愁 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五月楚 再看凉堂 锦寒舟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茶馆之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丧家之犬 刘武洲命归黄泉战场 遇嫌李世民进攻辞舰 此时清晨 对整个战场地形 已经了弱指掌的李世民 亲率五万步骑进攻辞舰 王世冲窃战侧出辞舰 退手落扬 李世民随即命各路兵马 迅速缩小包围圈 十万宝子一扬 进军占领龙门 刘德威穿过太行山 南下尽为河内 这个河内不是现在 越南那边的河内 就是河南沁阳 王军过自洛口出兵 切断洛阳的粮食不极限 皇军汉自和银出兵 攻击回落舱城 最后李世民亲率大军 铸屯于北芒山下 迎阵相连 从北面威逼洛阳 眼见着唐军大兵压境 王世冲属下的伟州 就是今天河南福沟县 渭州长使张公瑾 于次使崔叔 随即做出了他们人生当中 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献出周城 向李世民投降 这个张公瑾 日后成为了 秦王府的议员 得力干将 武德九年 追随李世民 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并在政变当中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后来成为 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八月初 邓州的一些豪强 也发动了暴乱 逮捕了当地刺史 举城投降唐军 八月十四日 黄军汉出兵 攻克了回落仓 俘获了政军将领 达西善定 王世冲 急命长子王玄英 与将领杨公卿等人 反攻回落 但几次进攻 都被黄军汉击退 只好在回落层的西面 修筑了一座城堡 派重兵驻防 抵挡黄军汉 数日之后 李世民与王世冲 在洛阳城北的 青城宫列阵对待 双方隔着落水 进行了一番对话 王世冲向李世民喊话 随士清府 唐称帝于关中 正称帝于河南 世冲未尝惜亲 秦王为何举兵东来 隋朝到了 你们在关中称帝 我们在河南称帝 我们不相干呢 我也没去打你们 你干什么过来打我呀 这是质问李世民 李世民却不屑于和他说话 令宇文世纪回答 宇文世纪说了 解四海皆归顺五皇 唯独你阻挠大唐的 声威教化 这就是东来的原因 没别的理由 我就想同意 我就想打你 你怎么着 王世冲接下来这句话 是充分暴露了 他对即将到来的 这场中原大战的恐惧 他说了 说你我和平共存 休战止病 岂不更好 咱别打了 是不是啊 咱们和谐共存吧 那那行啊 宇文世纪最后给他的答复是 我们奉赵取东都 没有奉命和你和解 从这一刻起 王世冲感觉到一道 深秋的冷风 正急速掠过落水的河面 凶猛地拍打在他的脸上 王世冲心想 明年此刻 我还能站在这落水河边吗 这个时候 王世冲自己也已经感到十分的茫然了 这是他一生当中从未有过的茫然 面对四面何为声势浩大的唐军 感到恐惧的和茫然的 绝不只是王世冲一个人 他本人固然可以选择对抗到底 但是大多数将力 却不愿意陪着他一块玩玩 9月13日 继伟州邓州之后 王世冲属下的险州 今天河南碧阳县 总管田赞 率下辖25个州 全部投降唐朝 数日之后 魏州就今天河南魏市县 次使呢 这个石德瑞 又率领下辖的齐州 和夏州 陈州等七个州归降 李世民全部保留各州县 长官的这个官职 只将州名做了改动 黄河以南的其他州县 建庄也纷纷举程而向 反正投降了 他也不抓我们 那咱就想吧 这一连串大规模的 叛降行为 对王世冲无疑是一个 致命的打击 因为他不但极大的削弱了 王世冲的势力 而且把他的地盘 肢解的是七零八落 致使北边的洛阳 南边的襄阳 就是今天湖北相反 和剩下的其他的成义 都被唐军一块块分割包围 彼此道路阻断 是消息隔绝 只能各自为战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王世冲预感到 那些未降的成义 很可能也会叛降 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了 可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没有控制力了 就在唐军攻打洛阳前夕 李世民忽然遭遇了一次 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 什么情况 刚刚收降的那批 以寻相为首的刘武周旧部 居然在这时候 纷纷逃离了军营 而且一逃就逃的金光 只剩下了一个狱吃境队 唐军将士大卫愤慨 立刻把玉池敬德呢 就给求起来 关起来 李世民的信任原则 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曾经劝告李世民 不要轻易付出信任的 驱都通尹开山等人 这回抓着把柄了 再次警告李世民 玉池敬德骁勇绝伦 如今既已将他囚禁 他肯定会心怀怨恨 留他必有后患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得了 李世民呢 却不以为然 他说了 玉池敬德如果要逃 早就逃了 岂会等到寻向这帮人都跑了 他还不跑 李世民随即下令 释放玉池敬德 并且单独召见 他还拿出了一箱钱 跟玉池敬德说了 和大丈夫既然一起相投 就不必因为小小的嫌隙解怀 我呢 无论如何都不会听信 那些嫌言残杀重量的 这点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要想走 这些钱就做你的路费 了表一时共识之情 如果你不走 你就继续跟我干 当老大把话说到这份上 玉池敬德除了这个感激 涕零之外 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说过呀 一个人如果说愿意 对别人付出足够的信任 回报的虽不一定是超值的感恩 但一定会是等量的忠诚 很快 玉池敬德就给了李世民一份回报 并且还有一份超值的回报 9月21日 李世民率玉池敬德和500名骑兵 巡视战场 走到位于盲山脚下的警灵的时候 一个多月前遭遇到那种危险 再度向他袭来 王世冲带着一万多骑兵突然出现 迅速把李世民给包围了 正军大将善雄信一马当先 飞快地冲了上来 手持长矛指刺李世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玉池敬德拍马狂奔而来 并且是力声呲喊 在善雄信出手之前的一瞬间 从侧面把善雄信赐于马下 善雄信负伤落马 正军士兵大为惊恐不敢上前 玉池敬德随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 随后率兵反击 在王世冲的军阵当中 是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 稍后 曲图通也闻讯率大军来源 正军顿时崩溃 唐军俘虏了王世冲的大将陈志略 和六千名长毛兵斩杀了一千人 王世冲和善雄信 带着少数的步众 是狼狈逃回了洛阳 回应之后 李世民大为感慨的 对玉池敬德说了 说你这回报来得真是太快 随即赠了玉池敬德一厢金银 从此对玉池敬德 更为信任和器容了 李世民的仗下 虽然说是猛将如云 但是你要说着马上之硕的功夫 这个硕就是一种长毛 比长毛更长 这么一种武器 恐怕是没有出玉池敬德之诱者 他能够单枪匹马 在敌人的长毛从中 是往返无碍毫发无伤 不但是毕朔的这个功夫 无人能及 而且夺朔的绝技 更是世所罕见 史称奇 每单其入敌阵中 敌从朔赐之 忠莫能伤 谁打不了他 并且能夺取贼朔 还以赐之 夺过来反身赐回去 玉池敬德如此大出风头 有一个人不禁度火弄伤 谁呀 这人就是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一贯对自己 马上直朔的功夫 十分的自负 于是呢 就向玉池敬德发出挑战 咱们俩人啊 把这个朔头 这个毛尖呢 毛热呢 都给他去掉 咱们就以毛杆呢 较量胜负 玉池敬德当然欣然同意了 是不是啊 我不同意 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对李元吉就说了 说我自当奉命出去毛刃 但大王你也不必 言下之意就是 你伤不了我没事 李元吉一听 你这是看不上我呀 心中大怒 玉池敬德表面是在尊重他 实际上根本没得放眼里 比赛开始之后 怒火中烧的李元吉 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一心就想一朔 把玉池敬德赐死得 可手中的朔呀 却总是和玉池敬德 擦身而过 连他的一根毫毛都伤不着 李世民在一旁呢 暗暗的这个 在这一圆的偷着笑 偷着乐 为了让这个本事不大 可是脾气不小的四弟呢 彻底的服输 李世民故意问玉池敬德 说一下 这个爱情啊 夺朔和毕朔 哪一种更难呢 玉池敬德说了 那当然夺朔难了 李世民随其命 你们再逼一场 以玉池敬德能够夺朔为胜 光躲不要紧 打云马下也不要紧 能打能躲过来 这才算赢 气急败坏的李元吉 又一次扑上去 可转眼之间 他手中的朔呢 已经归时神差的 到了玉池敬德手中 如是一连三次 让自以为骁勇无匹的李元吉 是哑口无言 彻底的没了脾气 武德三年冬天 唐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 王世冲的地盘 也一天天的在缩水 到了十月份 正朝的管州 总管郭庆 行州刺史魏陆 行州是今天河南刑仰 还有扬城 今天河南登峰 县令王雄 汴州今天河南开封 刺史王耀瀚等人 纷纷举成的相堂 与此同时 唐将李大亮 也奉命禁逼王世冲之职 王洪烈助手的襄阳 于十一月初一 攻克襄阳外围的樊城镇 攒政军大将国大干 并且一连占领了 十四座城寨 十一月下旬 李大亮再度攻占举州 今天湖北南征县 和华州湖北一乘市 在这个治世王洪烈的 这个孤城襄阳 是岌岌可悲 到了十二月初 在各路唐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许州 博州 隋州 三地呢 也全部都归向唐朝 到了深冬时节 一场又一场暴风雪 猛烈的击打着洛阳城 王世冲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上 感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恐惧 正把他一点点的吞噬 曾几何时 满朝温武和万千子民 都诚惶诚恐的匍匐在他脚下 向他三跪九寇 山呼万岁 曾几何时 他自己也一度焕发出 开创帝王大业的壮志和豪情 可如今这一切都上哪儿去了呢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 这个时候 还有谁能向自己伸出援手呢 王世冲想起了一个人 只有这人能够挽救 正帝国父王的命运 谁呀 窦剑德 可让王世冲深感忧虑的是 就在唐军大举来攻之前 他和窦剑德俩人 还在掐的你死我活 如今自己大难临头窦剑德 愿意捐弃前嫌 向自己伸出援手吗 王世冲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一点 自己别无选择了 除了窦剑德 谁也救不了他 王世冲呢 其实也不必忧虑 因为窦剑德呀 肯定要出手 道理很简单 唇王齿寒嘛 是吧 洛阳是窦剑德的难免屏障 一旦说这个洛阳被唐朝给扫平了 李世冥的兵风就直指河北 所以窦剑德绝对不会坐视王世冲的灭亡 当王世冲派他的侦儿 带王王婉和朝臣长孙安氏 惊慌失措的跑来求救的时候 窦剑德立刻举行了停议 下朝当中的一个中书侍郎啊 刘斌随即呢对时局做了一番完整而透彻的这个分析 他说了天下大乱 唐朝去关西 正朝去河南 下朝去河北 共成鼎足之势 而今唐军泰山压顶一般进攻郑国 从秋天到冬天 唐的兵力是与日俱增 而郑的土地呢 怎么每天都在缩小 唐强正弱 必然不会支撑太久 一旦郑国灭亡 下朝也很难单独存在 而今之际不如把以前的仇恨和愤怒暂时放在一边 出兵相救 下军攻唐军之辈 正军呢攻唐军之父 定可大破唐军 唐军败退之后再静观欺变 若正国可灭 则一并灭之 和两国之兵 趁唐军失老兵疲之际 进而夺去天下 这时候 窦建德一听 也完全同意刘冰的这个分析 随后一边前使向王世冲许诺出兵求援 一边呢 这个派 李部侍郎李大师前往唐营 劝李世民罢兵 解除洛阳之位 可李世民当即扣留了李大师 对窦建德的建议啊 根本不予理睬 至此呢 唐朝和郑夏两割决政权的中原大战 这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武德四年正月 郑朝梁州总管承家祥唐 26日 唐将陈正通攻克梁城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李世民为了发挥 唐军骑兵野战的特长 特别呢 筛选了最骁勇的骑兵一千余人 组成了一支精锐当中的精锐 这支精锐在中国历史上呢 是相当有名 玄甲军 军中将士全部身穿黑衣黑甲 分成左右两队 命秦叔宝 承之杰 御痴静德 宅长孙 分任左右统领 每次出战 李世民本人也披挂黑甲 亲自指挥 在随后的多次战役当中 李世民率玄甲军是冲锋陷阵 所向披靡 令王世冲和他的军队手 闻风丧胆 这一年的正月底 屈多通和斗鬼 率部巡视各军的营垒阵地 途中呢 忽然遭遇王世冲部队 唐军猝不及防 差点被政军给歼灭了 李世民闻讯 亲率玄甲军前往救援 大破王世冲 升勤其骑兵将领 葛燕章 斩杀了 并且俘虏了六千多人 二月初 由于洛阳被围日久 粮食短缺 驻军虎牢的王世冲 长子王玄英率数千人 押顺梁朝 救助这个洛阳 李世民探知情报 命降临李军县 出兵阻击 王玄英仓促应战 被李军县击溃 粮草全部落入了 唐军的手中 王玄英只身逃回了洛阳 李世民觉得呀 对洛阳发动总攻的时机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于是乎呢 让宇文世纪回朝请命 李渊批准了李世民的请求 并且对宇文世纪说 回去禀告你们秦王 夺取洛阳 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 课程之日 工程中的称谕法物 突击器械 凡不是私人物品的 由他自己收存保管 其余子女御博 全部犒赏将士 咱们一分不留 李世民得命 随于二月十三日 率大军进驻 清城宫 航军进驻清城宫 还没来得及修筑营寨呢 王世纵便亲率两万人马 出城攻击 诸将接军 历史明命精锐齐兵 在北蒙山下列阵 随后带着各位将领 登上了北魏宣武陵 查看地形 对左右说 贼兵已经到了穷途没落 这次王世纵把全部兵力 都投入战场 准备决死战 若今日一战破之 其后他便不敢再出城了 于是命驱途通 率五千人渡过谷水 进攻王世纵 随后李世民 亲率骑兵 冲入敌人 中原之战当中 最为激烈的这场 清城宫战役 是就此大响 那么这一次战役 究竟是谁赢了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